历届中国好声音冠军中 有一位的头衔是花钱买来的 足足花了三千万 你以为不用钱的 最后有网友透露 这位豪至千万买冠军的人是位女选手 张碧晨和单依纯瞬间成为怀疑对象 再报收费1.3亿卖冠军宝座 浙江卫视好声音黑幕懒人包 也许不是想太多是钱太多了 自称好声音前制作人的博主报 曾有女选手花1.3亿台币买冠军头衔 家境富裕自此平步清云的张碧晨和单依纯被网友对号入座 这个节目就是这样嘛 黑幕 然后他们已经有规定他们想赢的人出手了 好声音的决赛学员王泽鹏8月17号 爆出导师李文被欺负的指控野火燎原 傲慢的制作单位先是甩锅 声明各种流出的录音档遭恶意剪辑 即我 我想啦 因为他是刘昏禁了先 他就叫我禁 前导师陈奕迅也报过好声音作弊 导演暗示他在盲选时转身 最终烧到制播的浙江卫视宣布中国好声音下架 上周五已看不到节目播出 波露啦 波露啦 呵呵呵 百事可乐官方微博小编竟然公然吃瓜 暂停播出那选手交的钱会给退吗 豆瓣评论好声音也来到新低2.4分 好声音母公司港商星空华文 股价跌了55% 市值蒸发1462亿元台币呢 既然都已经这么黑了 那就给你点教训不好吗 我们也知道 很多东西都是我们那幕的 把50万转身 我们都知道 但是你能不能吃人的时候 你稍微那个吃相好看一点 2013中国星跳跃是小龙助理密闭 2014奔跑吧兄弟赵丽颖落水遇险 2015出发吧 爱情范文芳扶逢一水 2015奔跑吧兄弟李晨眼伤缝针 他2018同一个节目伤到头缝针 2018王牌对王牌张杰缺氧昏迷 2019追我吧高一强过道暴毙 2022你们中国好声音遭报复摔倒 2023张新城 我们的客栈比万力比到独折 这些工商意外全来自浙江卫视 习大大该不会是股东吧 三立娱乐新闻报道